因為這個分享也是雲端的特點 因為如果你假設不是雲端的話 你就不能做到這個動作了 所以哪怕你是以色友再好用 他沒有放在雲端上 他也沒有辦法做到這一點 所以請各位特別特別的注意 就是如果你今天要共同協同編輯的話 那你就是知道連結任何人 但是知道連結任何人有個危險性 就是只要是任何連進來的人他都可以改 那就很不OK了 所以另外一個方法 你就是在上面可以新增使用者 把你要分享的那個人加進來就好了 其他人還是看不到 所以你一樣可以把這個地方改成限制 然後上面再加上你要分享的那個人 你給他編輯的權限就好了 或者是說除了編輯之外 其實還可以看你要給他來 所以每一個人都可以有不同權限 也就是說有的是可以看不能改 有的是全部都能改 可以看也可以改 另外的話中間這個我比較少用 這叫什麼加注者 就是說你要看你如果想改的話 那怎麼是不是說上面可以加個注解嗎 好像會顯示出那個注解 那由誰去改 由那個有權限的人去改 這樣也是個方法 只是我好像有試過這個方法 但是效果不太好 因為之前好像我把它改成加注者有沒有 那有同學好像會在上面 有加的注解 那我有看到 但是好像不是很清楚 這個功能我想你們自己再玩玩看 好那這個部分的話就是有關那個座位表 用雲端的方式解決 只要你上 你只要有人登錄 上面其實也會出現這個什麼匿名的有沒有 會顯示出來 其他的話還有一些相關的 甚至是誰編輯的有沒有 這邊也會出現編輯者的一些相關的記錄 所以其實還蠻多地方可以去延伸的 那接下來的話呢 請各位在開啟那個上個禮拜我講到的有沒有 上個禮拜不是有把那個 Excel的那個檔案呢把它上傳 Excel我是把它傳到我的這個 這個有個資料夾叫Temp 當然你可以自己找一個 你自己的資料夾 然後把我們在那個一年級上課的這些檔案 它本來是Excel檔 但是我想說有個想法 如果未來我希望把它全部改成雲端的版本 然後呢 要該怎麼做 但是第一個記得你要上傳之前 一定要把這個打勾 如果你沒打勾的話呢 它會傳上來的東西還是Excel 它不會變成Google試算表 那因為我們主要是希望 把Excel的檔案全部都幫我自動轉換成 那個Google的試算表 所以這個地方一定要打勾哦 所以假如你沒打勾的話 你上傳上來的東西 就不會是Google試算表 那怎麼區分啦 其實我上禮拜有提到 就是說你主要可以看這個圖示 這個圖示呢 假如是加號的話 有沒有 這樣的話是Google試算表 可是如果是一個X的話 一樣是綠色的 像這樣X的話 記著是綠色哦 那它就是以Sale檔案 那最大的差別就是 如果你是Google試算表 直接點開來有沒有 它就會直接開啟它的Google試算表 可是如果你是X 它打開會有個灰灰的 它沒辦法編輯 它只能看 所以呢就沒有辦法達到 我們要做這個 做練習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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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需求啦 所以記得一定要打勾把它上傳哦 所以上個禮拜我們就把 相關的函數包含 REP這個有點練習 但是最大的差別是什麼 在那個Google試算表上面 它沒辦法像 Essale裡面 你按下那個插入函數的時候 它會跳一個 小小的 有沒有 小小的那個窗格 讓你填 你需要的那些參數 比如說兩個參數 REP對不對 那這個地方只能夠用打的 不過我是覺得還算OK啦 因為 打幾次之後發現 雖然它沒有跳那個 框框讓我填 可是它後面其實訊息還蠻清楚的 而且它這個訊息還是中文的 那如果你假設是那個 Essale 它這個 這個叫參數 參數的名稱 它還是用英文的 所以如果是友善的程度來看的話 好像Google試算表相對好像友善一點點 OK 好 那其他的話就是上個禮拜練習的 REPT 然後其他還有LEN RITE 這個上個禮拜都有做了 其他如果沒做的 你們自己再把它完成 那其中的話還有像什麼 性別 跟這個TREM的話是比較麻煩 就是如果是中文的 那我用SUBTITUDE 反之我用TREM 那我是用一個 函數叫CODE 去做判斷 特別是 所以這一串很冗長啦 所以變成說如果假設 你對於自己打公司這件事不熟悉的同學 我看要特別小心 這個這一串是要自己打的 OK 那這一串 我記得我是有把它放在雲端白板上 你們如果要找的話 其實應該也可以找得到 我是把它放在那個 我們雲端白板上面 裡面的第一幾個單元 我們看第三 這邊 雲端 的 應用裡面的那個 應該是第三個 雲端這裡 Google示範表 GAS的雲端自動化 那裡面的話 我是要把那個 上個禮拜的相關的東西都放這邊 所以如果你要練習的話 可以自己再看一下 那剛剛的那個公式 就是放在雲端白板第三個單元 第三頁這邊 然後其他還有哪一些呢 包含就是 綜合練習 練習的部分 我們一樣是 利用那個叫TEST函數 把這個最後的結果給做出來 那做出來之後的話 最後我是希望練習什麼 練習那個 就是所謂的GAS 那個GAS其實就有點像Excel的VBA 那這個VBA的話 之前我們是用錄製聚集 那在Google裡面呢 一樣可以錄製聚集 所以還記得吧 上禮拜我們最後做出來的結果 類似長這樣子 一個按鈕按下它 清除 這邊清除 按下串接 就是自動串接 OK 所以這個東西怎麼做出來的 其實類似那個什麼 那個Excel裡面的聚集錄製 所以我們第一步 如果要做這個效果的話 第一個一樣 你可以從哪邊找到 從上方這邊有一個 就是叫擴充功能 有沒有 這邊的話 上禮拜提到 就是你可以從聚集裡面 一樣可以做那個錄製 聚集錄製的動作 它一樣呢 會幫你把那個動作的程式 把它記錄下來 只是說呢 最大的差別是說 如果你錄製聚集的時候 之前的那個我們Excel 公式是怎麼講 就是你不用去把它刪掉 但是這邊的話可能要刪掉 你要把公式重貼 這上禮拜我有特別講到 然後你錄完的結果它會放在哪裡呢 如果在VPA裡面是有一個叫Visual Basic 可是在Google它是放在叫App Script 所以剛剛有提到一個叫什麼GAS 這個縮寫的話 那實際上G指的是Google A的話就這個啦 叫Apps 有沒有 然後S的話叫Scrib 那其實它就有點像是 如果用比較好理解的名稱 其實它就是 所謂的Google上面的VBA 這樣比較好理解 那當然它也有提供錄製聚集 然後呢也可以做編輯 如果你要編輯它的話 你可以按一下App Script 點擊這個 它會跳另外一個畫面 從這邊跳到這裡 那你可以看到 我上次寫的程式 錄下來的程式 基本上都會在這邊顯示出來 那當然它本來好像叫什麼 買Function吧 好像第一次買Function 第二次買Function1 買Function2等等的 那我覺得那個名稱不太好辨識 所以我是把上面的Function名稱改動了 比如說第一個叫清除 第二個叫串接 然後可能如果練習的話 我是把它再來多一個叫串接2 所以等於是你就再多一個 那你會發現 它跟那個VBA最大的差別 大概有幾個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觀察出來 第一個 在這邊一律叫Function 有沒有 可是VBA裡面的話 它叫什麼 叫做Sub OK 那第二個的話 Sub後面的話 一樣是這個名稱 一樣是小瓜糊 可是你們要發現 在這邊的話 它後面多了一個什麼 多了大瓜糊開頭 多了大瓜糊的結尾 然後尾巴一定要加一個分號 記得喔 這個是固定的結構 也就是以後如果你要寫一個 類似於那個VBA裡面的Sub的話 它一定要這樣的結構 再來的話就是做一個程式的撰寫 所以你會發現清楚 它到底做什麼 就是做這些啦 其實就是把我們的動作錄下來 那跟各位講 在那個VBA裡面的那個工作表 一律叫Shit Shit 如果是複數就加S 可是如果是在那個 就是Google上面的話 它名稱換了 它叫什麼 Springsheet App 名稱比較冗長 而且呢 如果說你今天要指定哪一個工作表的話 你變成你還要先宣告它一個物件 所以你會發現這前面有個VAR 這個VAR指的是宣告變數的一個叙述 也就是這個VAR後面的就是一個變數名稱 那意思就是說 我目前Get Active指的是目前的這個工作表 那我把它變成一個物件名稱 那你可以透過這個物件去控制它 控制它怎麼控制 如果我要把游標放進去的話 那叫GetRange14.Active 不過在VBA裡面其實就一個動作 點Slater就好了 可是它就是多 它名稱改成叫Active 所以有的時候其實兩者還都蠻多相通的 那再來儲存格它怎麼敘述 它這個敘述的方式叫Get Current Sales 所以Current Sales 其實有點像是VBA裡面的那個什麼 Active Sales吧 其實有點類似 然後它一樣要宣告一個變數 所以VAR後面就是一個變數 然後利用這個指定的儲存格 它就做一個清除 清除的話其實就是什麼 它有個點Clear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清除 然後另外的話串接就是把公式放上去 那你們可以自己再去了解一下裡面的程式 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你假設改了Function這個名稱 它有點奇怪 因為它畢竟在雲端上面 那雲端的話你改完之後它好像有個時間差 它不會馬上就幫你變更名稱 我發現好像要等個一分鐘它才會變更成功 那你變更完之後 如果你要讓它把這個Function結合成一個按鈕的話 記得你要先插入一個圍圖 那圍圖裡面的話就是加一個按鈕 還記得吧 這個按鈕的部分我是用這個的 插入圍圖裡面插入一個什麼 我是用這個 然後我畫一個框框 然後在裡面點兩下 然後按儲存它這邊 自把它打上去 它這邊就會多一個按鈕出來 那當然你可以把原式加上去 我把它先儲存關閉 就是類似的 上面當然你可以再自把它打上去 點兩下就可以打字了 然後呢 如果你這個圖做完之後的話 那你就可以在上面再指定 你要去執行哪一個Function 所以把它關掉 這個把它刪掉 那如果假設你做完這個之後 接下來如果你要指定 如果這個串接 就是我剛剛錄製的這個Function 串接的話 那很簡單 你就直接怎麼樣 在這個串接 你先 等一下 這裡按到 按右鍵 你如果按右鍵 不是按左鍵 按下去它就執行了 它會按右鍵的話 它會選取這個圖 並且在右上角會有三點 那你可以怎麼樣 可以把它按那個指 指派指定碼 這個 所以要特別注意 就是點這個 記得是按右鍵 它才會出現三點 然後指派指定碼 也就是說剛剛那個動作 我已經把它改成叫做串接了 所以你指定碼的部分 你直接讓它去執行哪一個指定碼 因為我有寫兩個串接 一個是串接 一個是串接 一個是串接2 那比如說我把它指向串接的話 那你按確定 將來按下串接 它就會執行 清楚一樣 按右鍵 這邊有三點 指派指定碼 對應到是哪一個 對應到是xscript 這邊的清除 所以特別注意 名稱兩邊是要match的 然後按確定之後 我按清除 它會執行剛剛的清除 所以按下它 等於就是執行這一段 OK 然後按下它 它就等於是執行什麼 執行這一段串接 OK 那當然除了說可以用錄製去期的方式之外 其實我們在VBA裡面也有另外一種寫法 就是我自己寫就好了 比如說我們其實在VBA裡面還記得吧 我們是總共把它做了幾個動作 就是自己寫的話 游標一樣是放在那個什麼 一式儲存格 那我們是填了公式 有沒有發現這邊有個填公式 然後呢 再把它向下填滿 那不是用錄的 是自己寫的話 那這個程式怎麼來的 其實跟各位講 如果假設 你有些程式不太會寫 但是你會寫VBA 可是你不會寫這個GAS的話 後來我發現 有一個方法其實可以得到我們需要的程式 就是直接問ChargeVT 所以你會發現剛剛這一段程式 我有把它放在 我看一下 我有把它放在那個 就是雲端白板上面的第五頁 這邊有一個串接二 你們其實可以把它貼到你們的那個 就是App Script裡面 那這一段呢 其實就是我詢問的那個ChargeVT 我問的ChargeVT很簡單的問題 我想說試試看 如果可以 那當然就幫我轉 如果不行就算了 那我就把之前在VBA裡面寫過一個 程式叫串接 那我只是跟他講說 請幫我把VBA程式改為GAS 而且GAS我還用縮寫 我還沒跟他解釋說 GAS其實指的是什麼 Google Apps Script 沒有了我沒有解釋 可是你會發現 他居然能看懂 就是在ChargeVT裡面 他居然回答說 底下是將您的VBA程式轉換成 他還把全民把它顯示出來 然後還刮虎跟我講說 這個GAS我知道是什麼 滿聰明的 這簡直超過我原來的 我也想說他還問我說 請問GAS 沒有他沒有問我 他反而自己找到了 然後呢 他底下居然也把這個程式 也給顯示出來 就這一串 然後我就把這一串 把它貼到那個什麼 貼到我這個裡面的話 那後來發現 能不能亂呢 我本來滿心期待 但是我後來發現有個問題 我把底下這一串 把它Ctrl C 然後Ctrl V貼到哪裡 貼到它的程式的下方 當然你不要空一列沒關係 我習慣是空白列 那我把它執行的話 你會發現執行有幾個方法 你可以直接這邊按執行就可以了 然後呢 他就會執行完畢 看有沒有錯誤 還沒錯誤 看一下結果 這邊嘛 有沒有結果 沒有 他有執行完畢 但是結果卻沒出來 後來我發現他有一個地方 有寫錯啦 我發現不知道是不是 新舊版的關係還是怎麼樣 我後來發現 我們之前是這樣的敘述 可是在Appscript裡面 可能要把它改成這樣才對 就是開頭 如果裡面是放雙引號的話 那最外面這個可能要把它改單引號 開頭的單引號跟尾巴一定要改單引號 裡面還是保持雙引號 而且你會發現上面不需要兩個 像VPA需要兩個 那這裡面的話就不需要兩個 OK 只要保留一個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你看到裡面有兩個 那你就把它恢復成一個 不用兩個雙引號 然後頭尾的話用單引號 這樣就OK了 大家最後發現 它 Chargept給的程式有個Bug 那請各位試著把剛剛講的部分 再複習一下 畫面先畫給各位